李四川 劉荷蘭 這兩位都是我多年的同事 在市政府工作很長一段時間 都非常表現傑出的優秀人才 所以我都樂見他們多多關心新北市 那李卿姐還有很長一段時間 我們大家全力拼市政 想要問一下如果最後就是黨內 有非常多立功名的聲音的話 那你有沒有可能來選新北 到現在為止說實在 我還是這一個剛才也談過 我說實在我沒有這樣的現象 家人也不反對我去參與選舉 所以這個部分 因為我現在最重要的工作還是把市政做好 那說實在我從70年就進台北市政府 待了25年才離開 現在又回來 我雖然講說我一生都貢獻給台北市 那如果能夠在這個時間內 能夠把台北市大概有一些 包括杜根 包括有一些工程沒有完成的這個部分 能再短時間把它完成 這個也許是我比較希望的 市長 因為您剛有提到說您現在是報警 還是市長 他從來都不敢跟我談這個事 那我也從來沒有 因為我沒有這樣的現象 所以我也沒有跟他報告這樣的事情 當然昨天那一個只是 這個前面他講說萬安警報 現在我如果離開我就沒工作了 所以當然要警報萬安 您剛在廣播節目上面說 就關於新北市的事情已經談過了 那現在說不是韓院長 那也不是萬安市長 那所以到底是誰跟您談過了呢 我所謂的什麼談過 你不想說新北市的事情已經談過了 不 我因為這個選舉的這個事情 我為什麼要講 因為上一期的這個在市政總族行裡面 這個民進黨議員已經提過 這個問我有沒有醫院要去這個選舉 所以我是還會講說 上一次已經都這個談過了 所以答案沒有改變 那除了您以外目前還有包括林業華副市長 還有這個新北的劉河蘭副市長 還有這個立委洪孟凱其實都被點名有機會來選 那您認為這三個選項裡面哪一個 我都認為這三位都相當好的這個人才 因為這三位都跟我共識過 那說實在不管能力啦 口才啦都比我好 都比我好 所以都是一時之嫌 那他們是比你更適合的人選嗎 不過他們如果有意願 那當然黨有黨的機制的那種狀況 我都鼓勵他們 那如果說他們就是真的最後就是在民調上面 那最後是就是議員沒有這麼高的話 那川普會出來來承擔這個狀況嗎 這個時間還長 我想我們就不必談到這麼遠 市長我想請教一下 就是剛剛有廣播的時候有提到說自己雖然沒有黨參選 但如果要選的話這個韓院長一定會挺 怎麼會有這樣子的那個想法 為什麼 因為那一天當然這個我們媒體問我說 韓院長有沒有欠我這個選新北 我說韓院長從來沒有跟我談新北的事 那我也沒有去跟他談新北的事 那當然他就講說這個如果你要選 當然這個院長應該會挺你 那這個我想大概不必問 因為問了答案應該都很清楚 所以他就把這個當作這個主題 就怎麼樣來 那當然這個選舉說實在我剛才講過了 從頭到尾都不是我的選項 因為做工程的人真的對選舉很沒有這個 本身沒有這樣的興趣 那也不懂選舉 那說實在最重要不管你是選舉當的市長 或是當副市長 我是剛才講就是為市民去解決問題 所以當副市長也不錯啊 天塌下來還有一個人頂著 市長這邊還要請教 剛剛在廣播的時候有提到說覺得 讓年輕人來選也不錯 那是不是說接下來接下來挺 接下來比較支持的人 可能會比較偏向於這個 中生代的人選呢 這個我想國民黨應該有 很多很好的這個人才 年輕的這一個部分也有很多的年才 當然有比有更好的那種方 說實在我都鼓勵他們 對啊 這邊是不是這裡有意義 要談到你們的新北市長 謝謝啦謝謝啦 我已經都談過了這個 謝謝謝謝 韓市長會支持你嗎 韓市長沒有跟我談這個事情 沒有談 謝謝謝謝 那你自己的個人意願 謝謝謝謝 我已經談過 有跟市長討論過了嗎 謝謝謝謝謝謝 有跟小市長討論過了嗎 沒有沒有沒有 我現在警報完了 那提到好牌 我們的李四川現在還是先給炸熱門 但是最新的傳出 韓國瑜院長有親自來勸進 你有跟川柏聊過了嗎 是不是 李副市長都已經PO出了 放心史 你們都還沒放下嗎 韓國瑜市長就是昨天有講到 昨天晚上在Threads發文說 動我一個女朋友 還有動兩個人 是不是星球受到影響 不會 那只是我一個 大家輕鬆一點 在Threads上面就是 Murmur 然後 這個 大家懂的人就會 吃冰淇淋兩顆 然後 二寶三寶 動我一個 還有動第二 昨天這個李副被大家點名 說要選擇2026新北市長 之後 他也在臉書上被發文說 要放心順息自然 你為什麼解決他的法文 這顆石頭 李副有告訴我是超過百年 他有一個故事 有一個人去跟佛祖參拜 帶了兩束花 然後佛祖在還沒等他開口前就跟他說 左邊的花請放下 他放下 右邊的花放下 他也放下 但佛祖說 你還沒有放下 是因為你的心中間要放下 所以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具有 蠶藝跟哲理的故事 所以 我想 李副這樣告訴我 所以 所以傳出如果李副不選的話 有可能是李李花的副市長 去掛上陣 是怎麼看的 你們動我一個副市長 還不動我另外一個副市長 所以下禮拜要動到 市府裡面哪一個同仁 我想最重要其實 我們市府團隊大家非常的團結 有向盡力 我們都持續在 努力而推動台北市政 來盡力的 為市民來打拼 所以市長你今天你一天講的 具有殘疑的話 之後你的想法是什麼 我覺得很有 殘疑 很有道理 很有哲理 我需要好好的來 拒絕 還未思考一下 兩位市長今天同台宣傳是壯玉 那因為本來那個 侯市長好像要請劉和然 副市長代表 他是不是刻意排開行程 因為之前 呃 劉副市長有表態說 不排除爭取2026新北市長 那因為台北市的李四川也是大熱 我不曉得 兩位市長對於 藍營2026 誰代表新北市 是最佳人選 你們的看法 新北市 侯市長 我尊重每一個人 自己的 直哀的規劃 但最重要的是 雙北市在一個共同的生活前 教育文化 彼此之間都會密切投訴 所以 我相信兩位市長 包括我們的市府工作團隊 都跟台北市大家密切的配合 尤其這一次世界狀況的運動會 我們已經幾度跟 蔣市長跟市府的團隊 大家採取合作 所以 未來 在整個市長令 我們希望能夠 在明年的五月會 能夠辦得順利成功以外 最重要能夠帶動 雙北的 整個觀光旅遊 以及相關的這個企業 跟我們併建築戰 也可以打搶名號 讓全世界看得到 雙北的市長令辦得非常順利的成功 所以我們團隊的所有夥伴 現在勤力在拼 我們的市政 所以蔣市長呢 剛剛董事長都答了 他以新委市長的身份表達看法 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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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